而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今年的双十一 大陆最大的零售商京东 已经正式宣布要进军台湾跟香港 那么挑战的是阿里巴巴的天猫 以及美国亚马逊在港台两地的 电商地位 但想要后来居上 要如何深度改变港台民众的网购习惯呢 京东宣布他们要从商品的CP值 还有快递服务两方面着手 陈向如跟陈志宇在北京告诉我们 想象一下办公室有机器人在巡逻取代保全 你买了快递 机器人在24小时分简包装 路上有无人车 空中有无人机帮你送快递 这是京东在大陆的真实场景 未来在台湾和香港也将实现 启动 大陆电商和零售巨头齐聚 宣告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活动 正式开打 为了让港台民众也能买全球的好货 以及把港台好货卖全球 大陆规模最大零售商 京东宣布 今年正式进军台湾和香港 港澳台的消费者是非常非常挑剔的 他们也是非常国际化的 如果京东能够用优质的服务体验来征服港澳台的消费者 我相信这个宝贵的经验将来也能够复制到我们其他的海外的地区 但目前台湾消费者已熟悉阿里巴巴的天猫 京东如何把握呢 后来居上了 相信全世界的消费者都会都一样的 就是他可能肤色有差别 文化有差别 语言有差别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他们都要求物美价延的商品 我把商品的质量 商品的这种性价比把它做好了 那么剩下的我们这是做营销推广 一定会事半功倍 京东选择和UPS DHL FedEx等物流业者合作 今年周十一首都开放 港台消费者购物免运费 每人还有840元台币的新人大礼包 商品方面香港没有海运问题 但台湾部分商品例如海产生鲜 目前还无法透过小三通运达 这台就是京东的无人配送车 现在的话我按取键 然后输入密码6181 按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打开来了 里头就是民众的快递物件 后台设定好路线 车速只比走路快一些 无人快递车 目前已在大陆几所大雪市运行 一次可载运8到20件快递 会者他在收货的时候 有可能是无人的送货车 给他来送货 他自己取了 也有可能是说 他在出差的过程中 这个车就找到了他 不一定是在原来下单的城市 收到这个货 京东创办人刘强东认为 未来是个多终端 多场景的消费 不再去逆于电脑和手机 下单和收件 因此集团一万名工程人员 很早就开始研发 无人快递车和无人快递飞机 目前全新的油电混合机型 可载重200公斤 飞行半径200公里 在陕西的偏远山区 直线飞底物流集散点 而已经遍布一线城市的 无人超商 当然不可少 欢迎来到京东无人超市 人脸识别进入了京东无人超市以后呢 现在我要拿我想要的东西 下午的时候呢 我想要吃一点水果 喝一杯咖啡 然后呢 接着我连扫码都不用扫 走出来 一样透过了人脸识别 绑定了我的ID 支付就可以直接从手机里扣款 是的 消费者不需要扫描QR Code 因为每件商品上面 都绑有价格识别器 遍布天花板的监视器 正在收集消费习惯 你拿起什么商品 第几次拿它 统统成了后台大数据 感谢您的在此光临 老顾客再见 走出门 自动感应价格 使明制绑定支付 你的性别 年龄 购物喜好 也顺便进了后台大数据 这期间 别说钱包 你连手机都不用掏出来 除此之外 一夜结盟 更成了试图打败对手的某样 今年双十一 京东和腾讯合作 一个强调 他们拥有电商交易习惯 一个强调 他们拥有用户的社交平台 强强联手 希望和阿里互别苗头 为什么找上腾讯 因为微信活跃用户十亿 每个月 用户在线时间长达32小时 相当于每人每天 超过一小时挂在微信上 线上线下购物 结合媒体社交 海量数据 成为未来零售市场最大难害 我们现在的消费者 他的购买 并不只是固定在一个场景上的 而我在京东的网站上购买的 它可能是在便利店里面 也可能是在手机里面 可能是在一个新闻头条里面 或者甚至在一个 微信的朋友圈里面 它是在不同的边界 就去进行购买的 财富杂志最新2017年的 世界500强 第一名是产年四年的沃尔马 台湾红海排27 京东261名 上升了105名 阿里巴巴462名 全年营收 2016年京东392亿美元 因为它除了电商平台 还有B2C公司对客户 阿里巴巴235亿美元 因为它只是个纯电商平台 每年双十一 杀红眼的大陆电商市场 市场看不见 却四处充满血腥的战争 价格早已不再是最终的决胜点 现在还要拼服务和CP值 难怪京东震稳大陆后 开始扩展海外 第四次零售革命已经到来 唯有走在更前端 才不会倒下 TVB新闻 陈志宇 陈向如 北京报导